超級總動員在節目當中 設計了校技競賽 充滿意志趣味及互動性 入圍了兒童節目獎 兩位主持人風趣的主持風格 也減緩了參賽小朋友們的緊張程度 他們扮演的不僅僅是主持人的角色 更像是可以信賴的大哥哥 大姐姐 也讓他們再度入圍了 兒童少年節目主持獎 今年是他們第一次入圍到兒童節目獎 希望他們能夠滿載而歸 歡迎同學們最愛的主持人 今天好美的鍾欣妮姐姐 還有彥均哥哥 大家好 好 先問一下欣妮姐 哇塞 已經貴為金鐘事後了 你作為這麼大 這麼高地位的這樣子一個人 但是現在還願意拚老命的 再跟小朋友一起玩遊戲 一起主持 是什麼支持了你 跟他們一起玩下去的 講得很好 拚了老命 我好不容易記住你了 因為我小時候真的也是看 陶大維叔叔 還有順韻叔叔的兒童節目長大 我很開心我的童年和他們陪伴 所以我跟彥均哥很希望 我們可以陪伴小朋友一起長大 哇塞 沒錯 陪伴他們一起長大 我覺得這樣子的記憶 是永遠都會記在他們腦海當中的 那再來問一下彥均哥 其實這個節目啊 今年是第一次入圍 之前主持人是一直不斷入圍 但節目今年第一次入圍 你覺得節目做了什麼樣的改變 才讓你們有機會入圍呢 我覺得我們節目跟一般兒童節目 最大不同是我們從 讓小朋友在遊戲當中 感受失敗的感覺 然後在失敗裡面 怎麼樣去調整自己的腳步的感覺 在團體中如何因為失敗 然後在彼此溝通 彼此進步的那種感覺 對 我覺得 我覺得讓他們提前有一種 挫敗的那種學習 越做越勇 學習失敗跟成功 考高中 萬一說一不小心 如果說考得有點失利了 那可能也許 我已經今天參加過這個節目 我不怕了嘛 對 其實兩位呢 都主持過非常多類型的節目 想問一下兒童節目 對兩位有沒有造成 人生上面的一些影響呢 有啊 其實我覺得會讓我心態 比較年輕一點點 因為畢竟也是歐巴桑的年紀了 這樣子 真的 我都跟郭宇峻想說 我們兩個真的會越主持越老這樣 不會啦 但是覺得跟他們在一起玩的時候 哇 那個赤子之心就回來了 從然赤子之心 對 而且小朋友一覺高低 一覺高下 哇 那彥均哥呢 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常常在節目裡面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 我覺得我在節目裡面 找到童年的自己 是 找到最初的自己 最原始的自己 然後看到小孩子的笑容 會讓我想起 我們念書的時候的那一份 快樂跟純真 然後讓我們在演藝圈的 不管每個節目裡面 都帶樣這樣子的能量 給別人這樣子 前陣子最紅的四個字 莫忘初衷嘛 祝福 恭喜入圍 希望今天晚上能夠順利拿獎 謝謝 等一下還會再見面 等一下還會再見面